有些朋友问张大夫说 70岁的老年人血压应该控制在多少 实际上来说 对于70岁的老年人来说 是一个比较特殊的阶段 比如说他还没有到75岁 但是他接近75岁 老老年的状态正朝着那个方向走 这种阶段的人 我们降血压一定要注意 不要降得太低 比如说降得太低的话 会增加像脑梗 像晕厥这些恶性事件的发生几率 那么比较好的来说 就是我们先第一步 先把血压降低到150-190 如果患者能够耐受 我们进步一步低一点 比如说140-190-130等等 关键是一点 老人能耐受 老人不能耐受的话 不要过度的去降 当然如果能耐受 尽量低一点也是有好处的 总而言之 70岁的这个人这个阶段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 它的确是一个比较敏感的阶段 还没有到老老年的阶段 但是比普通的60岁的人 他可能相应的并发症 血管的硬化程度 就更严重一些 所以说在降压上 我们要更仔细一些 在降压药物的选择上 也要注意选择 适合这种70岁年龄段人 可以选择的降压药 同时想把血脂 血糖都控制好 这样的话 70岁的这般人 将来慢慢发生 心脑血管疾病的几率呢 才能降低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